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单人游戏 信件世界 极限模式 种子随机 开始游戏 好的 这里回到游戏了 呃看来是一个海岛 那咱退出游戏 首先撸两块木头 两块就够了 多余的木头是没用的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里得说一下 食物问题和怪物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已经解决了的 因为打了之后就可以 剪掉它的肉 然后吃掉 然后把多余的肉丢掉 把原来的东西捡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 无限的回复保时度了 就像正常生存一样 怪物问题就是 不要被怪物给杀死 其实也是已经解决了的 因为我们刚刚打到 三个羊毛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坐一张床 现在我们只要 一到晚上就睡觉 就永远不会交手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 杀掉墨影门关NC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前进 为什么给我来海底的要塞 别过来 啊你离我远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只有一个位置的物品啊 在这样的条线下 把NC通关 身体力竟有过期呢 我们骑着江山去冲框 当这片江山 我们杀小黑请小黑上船 我们月楼站 从找到方案 就像杀之战 无家赢不全的方案 还有一个信息 咱来下山 明镜与那边 明镜与那边 有没有关系 我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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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对 我们的声明 我们的声明